一 二 眾人在鏡頭前開心剪彩 為關懷地方弱勢 台中港女同機會響應總會的愛心餐加盟活動 成功促成無期這家開幕半年的壽司店 加入愛心餐的行列 未來將提供愛心餐點給有需要的民眾吃溫飽 從今年開始就是我這一屆 五十屆我們又重新來推這個愛心餐 那為什麼要重新推這個愛心餐呢 因為我認為愛心餐是最能直接照顧到 我們社區裡面需要照顧的個人或者團體 透過愛心餐的活動 能夠引起社會大家來共襄盛舉 能夠達到一個真正在社會上 能夠每一個角落都能夠有幸福跟安逸 我們也盡我們的一份心力 能夠盡量的能夠來共同來完成這項任務 也是說能夠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國際統計會長期投入 及能救助社區服務以及關懷弱勢等公益活動 近年來更是積極號召旗下分會 辦理愛心餐加盟活動 如今在有新店家加入響應 也讓全台愛心餐商店 正式達到200家的里程碑 愛心餐商店的成立 是希望照顧社會弱勢團體 三餐溫飽 尤其對突然遭家庭變故 一時經濟陷入困境的家庭 能夠有救急提供溫飽的地方 台中管理會的成立這200家 這是我們在海線最重要一個指標 那如果愛心餐商店落在我們的海線 也是在我們學區附近照顧了很多學童 還有附近的一個周邊一個弱勢的家族 國際統計會也表示希望透過拋磚引玉 鼓勵更多善心人士來響應一塊做公益 讓台灣各個角落都能享用這份愛心 記者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 所為公益地支援的 吉桑